长龙漫漫搬一场 带一身胆死雨一场 听说你称包的那个 宋排枪特大铁路敲的这个敲墩工程 有些问题啊 没问题啊 你这转包了七八十万 你是没问题啊 哪有七八十万 才六十万 这有什么区别吧 那区别可到 你们知道 咱们看建筑的 最忌讳就是七上八下 咱们要六六大顺 六六大顺 小郑也长稳过来 这不都是老总教的有方吗 你转包几手都不要紧 但是这个事情 你最后不应该 让一个厨子去生活 他以前不是干厨子的 那是干熟的 做豆腐的 不是的 我以前是做豆沙的 这不胡闹吗 这不啥 这不后来改厨子了吗 那还是炒菜的呀 那再后来就干建筑施工了嘛 您别小看他 有十几年的建筑施工经验 他不也就才二十出头吗 怎么会有十多年的经验呢 小学没力就进建筑队了 是吗 那你说做过什么呀 我我炒过韭菜 搬过 嗯 我建筑方法 啊 你就 我搬过砖 或不你 还没过墙 做过很多精品工程 还有精品工程呢 他们村的什么大瓦房啊 地窖啊 灶台啊 租卷啊 都他修的 哎呦 那你也挺有能的呀 你可不知道 他修那灶台呀 油光水滑 你蹭在上面都立不住 你也挺了不起呀你 可不 哎小诚 话又说回来 那你说修了灶台 擂个桌圈 挖个地窖 能和修铁路乔顿一样吗 这不不一样 不都是挖坑吗 只不过一颗大一个小而已 那倒也是啊 那乔顿掌模糊那事 你怎么给我解释解释 老总 那你就孤陋寡论了 现在全球变暖 气候上升 连北极都融化了 那天上掉飞机 地上撞火车 什么奇怪的事情没发生 那乔顿长两个活骨 不奇怪 那有人举报说施工方 什么破石头啊 烂木头啊 都往那个铁路乔顿里面塞 这个事情熟识吗 是吗 有的事吗 没有 咱们用的都是混凝土 没有 那我就放心了 大哥 你也觉得工程转到咱们根本就不挣钱 拿那么多的钱都去买混凝土 把一些破石了烂木啊 里面塞的 但是你放心 外表是混凝土 外面能看出包子难吧 你应该看不出来吧 你们外面一定要做得漂亮点 你放心 我回去再装修装修 老总 您放心 我们施工的都是严格按照图纸标准去做的 说实话小专 要不是上面有人跟你说话呀 这个工程啊 我还真就不敢包回你 您看您这话说的 您放心 我们保证保质保烂的完整工程 一定要做一个精品工程出来 哎 话是怎么说的 那要万一出点什么闪失 我这下半辈子 我这饭碗可就没了 给你这个下半辈子 怕行吗 我说这干啥呀 也是啊 等大桥通车的那天 咱们坐在火车上 感受感受你这个精品工程 别别别别 什么呀 我坐火车 我晕车 以前一趟趟的 没发现你有这个毛病 呃 我现在坐火车 尤其过那大桥 我晕桥 哎呀 要不坐飞机多好 坐飞机好 蓝天白云的 还可以鸟看 你你你你 小郑 你这 这些早点是什么样的